三级警戒以来 其实民众大多都是在家上班 那现在的用电量恐怕是不小 随着6月取消夏季电价之后 行政员发言人罗秉成 也在院会后的季节会上宣布 7月持续维持 暂缓实施夏季电价 1000度以下的用电量 以非夏月电价来收费 就是不是用夏月电价来收费的意思 但是超过1000度的用电量 则维持夏月电价的收费 虽然这会让台电减收 但为了减轻人民因防疫而增加的电费负担 对用电到户也能达到 以价质量鼓励节电的效果